你得多高啊 近色高1米78 什么专业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 你是学啥的 英语专业 怎么把这么高一个女生 靠个人魅力吧 哎呀特别好特别自信你知道吧 这句话充分的就显现出来了 真是这么想的对吧 其实他看上我也看上我的厨艺吧 挺好的挺好的 学着英语做一首很好吃的川菜啊 对毕竟四川男人都会做菜 有这么一句话 四川男人不做菜找不到媳妇啊 哦可以 来你看这男生很自信 这么自信的男生来干啥 怎么说呢 我来这里的目的呢 也是想让他理解理解我 你还好意思说 你说我不理解你 你双标是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你 你看看你家那只猫 就拿那次来说 我生病了对吧 还挺严重 都快发烧了 我到你那边来找你 你抱着猫就跑出去了 也不问我 也不理我 把我晾那个房间里面两三个小时 然后回来也不问我 也是管猫去了 最后才来问我一句 你怎么了 你又不是不知道 那只猫他身体不好 他当时生病了 我肯定是要先抱着他去医院呀 而且你一个大老爷们儿 也没有提前跟我说你怎么怎么了 所以啊 你把猫看得比我还重要 你看你看 这个哥谁都难受啊 对吧 我们很容易把我们自己跟猫比在了一起 很难受的对吧 对啊 他每次都把猫看得比我重要 你比如说还有 他说他想吃饭 好吧 我去买 然后我跑几公里以外 去给他买菜 因为菜场离得远 我大老远跑过去又跑回来 那个时候已经很累了 我说你把门开一下吧 他都不愿意 他说他在卤猫 他说你自己开吧 你自己身上有钥匙 你开一下 你也知道那只猫的身体不太好 当时他又生病了 又来了又来了 你又是猫身体不好 那本来就是 而且暂且先不说猫 那说说我吧 有一次半夜我胃疼 就让你起床烧着热水 五分钟都不到的事 你跟我说一句什么 你好累啊 让我体谅你 我那个时候你会不知道 我在学校里面本来就忙 我事情多 我社团多 我组织多 我那天真的忙了一整天 第二天还有事情要忙 那个时候一两点了 我本来就睡得很熟了 你突然又叫我 当时我都疼得头冒冷汗了 你就跟我说一句那个 你就睡过去了 但是你白天你说你胃疼 我给你买了药 你吃了呀 我以为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呀 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去了呀 但是你是我男朋友 我就不能让你稍微帮一下忙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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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